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时代频道 我是刘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讲一件事 因为有一些反中乱港的媒体 或者是唱衰香港的媒体 俗称的黄黑媒体 他们现在非常担忧 亦非常担心 担心什么呢 担心黄黑媒体是怕了我们的国安法 而拒绝向他们捐钱 大家都知道 我们国安是拘捕了四个人 他们是助养罗冠聪和许智峰 未来应该会陆续续拘捕他们 拘捕得更加之多人 所以他们都害怕 没有他们捐钱怎么办 不单止是这样 甚至乎他们现在连订阅数量 都不断直线下降 现在他们担心 没有人看 没有人订阅 又没有钱 担心他们会很快就倒闭 不断直线 到底他们是怎样怕法呢 我们待会一起都和大家去看看 在影片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订阅赞好留言订阅文杰新时代频道 记得按按钓按钓 选择个全部 大家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段影片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 我们香港的光警察 或者叫光柱 就拘捕了四个人 有退休人士 有补习老师 有技工等等人士 一共四个人 他们透过在网上订阅 订阅许智峰和罗冠聪的频道 还要资助他们 付钱给他们 这个动作涉嫌 是资助他人实施分裂国家罪 被捕的 问题是 基本上中硬 基本上中硬 这个动作一定中的 那许智峰呢 就有说话 许智峰有说话 他说 这件事就是香港政府 要企图切断 他们 所有反中乱港分子的人的资金来源 去打击他们 一定的 難道我们会给钱你 然后等你去抢宿我们香港 等你去搞乱我们香港 没有可能的事 所以这个许智峰 某程度上有些是说得对的 就是我们香港政府 要切断他们的资金来源 简单来说 要管绝他们 一定要 看奸奸是不能留 看奸是必须要管绝的 那 有些评论就说 香港政府这样做会引发市民的寒蟬效应 其实我很想问一句说话 什么东西都说寒蟬效应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寒蟬 你不可以 人家用你是用的 寒蟬效应 什么都叫寒蟬效应 是不是有这个效应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是不是 有些人就说 相信下一个 叫做 会搞的是海外的媒体 例如什么呢 例如 其实大家都知道 星旗易得道 是一些反中乱港的媒体 当然它有他们的分支 不知道什么 芒果 不知道向哪边 方向那些 是不是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 有几个不同的分支 其实都是一个 星旗易得道分拆出来的东西 那 这些海外媒体 相信一定会打击的了 哪一个人 去看 去留言 去赞助 还有去订阅 我相信都会出事 相信都会出事 所以 星旗易不知哪一道 它的订阅数字 是下降得非常之多 是直线 一声跌下来的 当然 这个也不单止 星旗易得道这么简单 很多一些反中乱港的媒体 和人士 甚至乎一些被通缺的人 相信 他们的支持者 就会是 一下子直线 是没有了 或者他们的资金 各方面 是直接断了 而这件事 就影响着一个 平台 什么平台 就叫做光媒体 这个光媒体 就是一些潜逃的香港人 在台湾 搞的一个媒体 他说这件事 是影响到他们的订阅数量 他说 因为课金订阅 而被捕的消息 传了出来之后 都不是传的了 这个是公布的 不是传的了 OK 公布了出来之后 他说 外界是非常之关注 会不会 不如 只是所谓订阅 就是犯法 保安局局长 邓炳强 在星期五 回应 和见记者的时候 就说 其实界线很清楚 一点都不含糊 某些人觉得是含糊 但其实正常人 是觉得很清楚 如果你知道某一个人 他是犯了法 或者涉嫌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你明知是这样 你还要捐钱给他 你还要支持他的话 那这个行为 基本上 可能犯法的了 虽然我用可能这个字眼 但我觉得已经犯了法了 我觉得是犯法的了 OK 那 资深的大律师湯家驊 更加很仔细地说出来 基本上 所有订阅 許智峰和罗冠聪的人 都可能是会被捕的 但是是否犯罪呢 就要视乎意图 就是支持那些意图 等等那些 是不是支持他们 是关犯国安法的罪行 那是什么意思 先拉了 拉得 简单两个字 拉得 入不入到 不知道 但是 拉得 OK 他举例就说 如果 订阅和 付钱 金额相对少的话 都可以和法律 法庭方面辨解一下 但是如果你付钱 是多的话 例如几百元 那 你可能辨解不了 那说真的 你每个月付几十元 你加一加买都不少 你怎样辨解 大佬 百慈莫辨 是吧 当局就没有说 今次 叫做 那些是什么平台 不过说真的 我之前也说过 是Patreon 因为Patreon改了 他的私隱细则 令到订阅者 就可以 看到订阅者之间的个人资料 那所以呢 只要拉了一个人 反中乱港的人 或者那些煽动罪的人 一查的时候 发现他有订阅许智峰的 一看原来有什么人订阅许智峰的 基本上拉得 都九成肯定是Patreon的了 说真的 那今次的主角之一 许智峰接受 一些反中乱港媒体 访问的时候 他说 他只有一个Patreon的众筹平台 他说过往的运作是很正常的 一直都在众筹中 他说 相信今次警方 对这些被通缉的人士 他觉得是无计可施 怎么搞都没用 所以就用金钱来源打击他们 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 我们一早都说过 我们会用任何的方法 全力去打击这些反中乱港分子 是不是 一早都说过 这个许智峰就说 看不到Patreon的平台 会透露什么资料给警方 但是他说 他相信警方都是从市民的电脑 或者手提电话等等 解锁了之后 看到一些资料资讯 他说 相信是这个途径 跟着他说 都有机会是因为 通缉那里有100万 有人是举报他 他说 他试下找这些人之后 从他们的电话 手机等等 可以查到这些案件出来 那是什么意思呢 流动的100万真是肯吸引 哦 他自己都很明显认为是这样 是不是 他就说 由于支持者多数在海外 他说 所以事发之后 没有人取消订阅 反而有不少人更加给他 他说多谢我们香港政府 要不要间接大力的去帮他宣传 让他多些钱 但合不合理呢 潜逃去海外的人士有钱 你真的自己交一下电费 就是那些暖牢费 就是吃下新鲜的东西 不用四次都吃下 吃那些超市场 扔出垃圾等等 那怎會多出訂閱呢 如果是的你給記者看 是不是 當然他不夠膽 他說是香港政府大力幫他宣傳 我認為香港政府 是應該更加之大力幫他宣傳 再大力一點 不夠力 打殘他們 有一個台灣香港協會的理事長 桑普 又是黃絲的KOL 他說 香港警方很明顯 希望民眾不要再看 贊助或者是 訂閱這些頻道 正常我們都不會想 想我們香港的市民吸收一些不正確的資訊 是不是 我怕被人洗腦 是吧 你知道啦 一陣子YouTube這件事 真的很多人都會去看 Patreon這些東西又是一樣 都很多人會去看 一陣子不小心 如果真的被這些人洗腦的話 那就大鑊了 不是開玩笑 你不是喝杯領落就沒事 對不對 他說 這個人說 他推測第二階段可能會涉及到一些媒體 例如是自由亞洲電台等等 這些美國操控的媒體等等 變成只要大家轉發美國操控的媒體 或者按讚的話 或者是給錢的話 都可能 是有問題的 又或者有一些潛逃到海外 香港人開的一些媒體 這些媒體可能都會受針對的 不出奇 這些我不會否認的 我只是覺得一件事 不出奇 我不是認同 我是覺得不出奇 我也無法否認 因為未發生 對不對 所以暫時是不知道 會變成怎樣的 但是 打擊這些黑暴分子 是必定會的 而的確 自從2021年之後 在海外 有很多人士 香港人成立了一些媒體 一般這些媒體會變成 俗稱統稱會叫做 離散媒體 有很多都是做 蘋果出身 有些是做 其他那一堆 一堆那些出身 他主要都是香港人 他們那一堆 面對的那些 都是香港人 OK 都是靠一些 訂閱者 給錢 觀看 來維持 而在台灣的 潛逃港人開的光傳媒 也是其中之一 那裡的總編輯 梁家麗就說 光傳媒他們剛剛上個月推了一個 叫做 訂閱制度 付錢才有得看的制度 他說非常之擔心 警方出的招式 招數 會對他們 有影響 一定有影響 他說這個光媒體 是一些小型的媒體 非常之是依靠 那些 黃色一部付錢 去看他們的媒體 才可以賺到錢 他就說如果 這個Patreon不能夠 在 未來那幾個月 繼續擴大的話 他們這個 媒體可能會倒閉 至於他們說 他們的機構安全風險 他認為 不大 因為在台灣 不會被人拘捕 他們的總編輯就說 羅冠聰和許智峯 他們兩個 是被通緝的人士 他們做的事叫做國際倡議 而他們做媒體的 風險 不太大 未至於 媒體都不能做 不過香港政府可能會 很想封殺他們 邏輯不是 因為他們做媒體 香港政府就會封殺他們 或者等等 不是因為他們 過了去台灣的人士 不是 是因為他們做的工作 是面向著 是叫做 目標 是要幫羅冠聰 幫許智峯他們 去做一些宣揚宣傳 這些才是問題 或者是幫其他反中亂港 的人士 做宣揚 做宣傳 或者 反中亂港的機構 或者外國的傳媒 做 或者外國政府 做宣揚 做宣傳 去影響我們的國家 去影響我們的香港 這一點才是問題 不是因為他們做媒體 是因為他們做媒體的目的 是甚麼 這個總編輯也擔心 這件事可能會影響香港市民瀏覽 以及訂閱一些海外媒體 包括他們 連帶使用Facebook 轉發他們的文章 以及一些YouTube的點擊量 都會減少 不奇怪 這個擔心 是正常的 但是他們也不需要擔心 因為說真的 我們香港越趨向和平 採取他們的人 只會越少 說真的 只會越少 所以這班人 其實都幾想我們香港亂 亦是一個事實 香港越亂 他們應該會 越有著數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訴文杰聽 你為什麼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